大自然里经常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老鼠本是活生生的动物 种子却能在它背上发芽成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印度农民找到一只奇怪的老鼠 它的背上长出了一颗植物 很大可能是因为老鼠背上有伤口 种子刚好跌落其中 并奇迹般的发芽生长 这颗植物长在老鼠靠近紧固的位置 但丝毫没有对它造成脑损伤 由于植物长在老鼠够不着的地方 它需要时时刻刻忍受着痛苦 也不能做大幅度动作 正常来说 种子的萌发需要适宜的温度水分 以及充足的空气 不可能在动物身上生长 要是北极熊除外 北极熊的毛并不是白色的 而是透明中空的 我们看到的北极熊的毛发成白色 灰黄甚至红橙色 取决于阳光的变化 动物园里的北极熊甚至还会变成绿色 这是因为啊 海藻在它们的毛内安了家 这些海藻对北极熊没有害住 这完全是温暖湿润的热带气候 条件造成的结果 实际上如果不下水的话 北极熊的毛发不可能是潮湿的 不然在北极可熬不过去 这是很典型的过热的征兆 植物长在动物身上还是少数 多数情况下 植物反而是动物的食物 比如考拉以安树叶为生 安树叶非常难嚼 又没炸营养 而且还有毒 而且你绝对想不到 即便在食物富养的地方 考拉也可能会饿死 考拉每天都要嚼上万次才能吃饱 到了老年 它们会因为牙齿被磨损的 再也无法进食而饿死 所以考拉是可饿死的 这里是大可看齐文 喜欢这类视频的大佬们 劳烦点个赞哦 谢谢